這當然是和中國是一個最大的互聯網市場 也就是網民是全世界最多的國家分不開的 世界各大公司雖然受到了非常大的障礙和阻力 在中國發展它的業務 但是它還是不願意放掉中國這塊大肥肉這個大市場 所以說千方百計希望能夠接觸中國 特別是通過這個所謂的世界互聯網會議 它可以接觸到中國的政治領導人和中國的其他的企業的負責人 然後企圖來尋找一些可能的機會 雖然他們過去屢次失敗 但是他們仍然不放棄這個努力 我想大家作為一個資本家 他是千方百計的只要有一絲可能性 他要使用百萬的力量來開始尋求 進入某種最大的市場的途徑和道路 我想他們可能這次還是會落空 但是他們會採取我先進去 儘管有些各種各樣的限制條件 先進去再說 然後我怎麼樣把樁腳打好 將來萬一有什麼機會了 我就首先佔領了相當大的市場了 我想這是所有的這些事件 包括谷歌被中國封鎖的這麼厲害 過去曾經鬧翻了臉 但是還是要派人進去 也和整個的商業目標 和他們的雄心壯志有關係的 嗯